又是,做熟了之後,開始閉上眼睛,試試做 雖然大家我知道眼睛很小,大家不知道有沒有閉上 但其實現在正在閉上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對,疫症又突然間很厲害了 所以我們香港所有球場都封了 大家不能打籃球都很辛苦 現在沒有籃球場,我們可以做些甚麼呢 我覺得還可以到街上拍球,練運球,練球感 可以保持對球的感覺 大家想打好籃球的話,球感是很重要的 其實之前一路以來,可能教很多運球的練習 頭腦的練習,或者一些個人的步法 但很少教大家球感 今天我們就教大家一些簡單的球感 一些我以前比賽之前,我會用來做熱身的球感練習 今天Hyper Rise 也傳了一些新的產品給我們測試 好像有最新的按摩槍,Hyper Rogue 2 和Hyper Rogue 2 Pro 看看新的產品是怎樣幫到我們 以前我小時候,這些球感練習,我會在家裏做的 在比賽的時候,我會怎樣做一些球感練習的熱身呢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抹起雙腳 我們要做到一個拍拍過來 一下圓地拍球,轉過來,拍拍拍拍拍 記得做的時候,盡量用爪,用手指去做 不用太大力的,因為我們重點是要快 盡量用手指的彈性去做,快一點點 練習這個感覺,你可以不看的,練到不看就不看 明不明,下的時候不是純粹是手的力 你盡量可以用身體壓下去的力量 記得第一下是圓地的,然後用手指的彈性彈過去 不用太高的,盡量快 那兩下要靈活的 練好你運球的節奏 我一般會這樣練習的,我們做熟了,感覺熟了 好,開始呢,你就要試試看,眉眼做 大約呢,你要做呢,我們大約去做一至三分鐘 那我們就可以練習到,運球對球手指的感覺 第二個我平時比賽前我會做的練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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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運球 低運球 低運球 兜個八字 記得盡量抹大手指 用手指做一樣壓 盡量低 練熟了之後呢,盡量都不看的 密一點點壓 失了不要緊的 記住繼續去拍熟它 整個身體一起動 用著爪 記住,爪 又是啦,做熟了之後呢 開始閉上眼試試做 雖然大家我知道眼睛很小 大家不知道我有沒有閉上去 但其實現在閉上去 盡量用一個感覺 因為我們要記住呢 因為我們要記住呢 比賽的時候呢 我們離不及呢 如果我們靠眼看呢 我們會做少很多事情 我們運球的時候呢 我們眼睛最重要呢 是看隊友 看頭籃機會 看敵人 看什麼時候切入 所以盡量運球呢 你練習呢 一定要加一段 閉上眼睛做到 感覺呢 會提升很多 又是啦 做大約呢 三分鐘 好,之後第三個 低運球開始 練了手感呢 開始呢 我們要練習呢 用核心的力 以前我是說 用腳的力去運球 因為記住 我們運球呢 是整個身體去做 就不是只用手的 刀後面 壓下去 壓下去 壓壓壓壓 保持著 用手去控制 球的落點 然後 用下壓的力量 去運球 然後 升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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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 做的時候 那個球呢 我們上來呢 拿球的前面 我們壓 升 升 升 壓壓壓 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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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 控制球的落点在臀部的下方 接着我们就要多练一些手和脚配合的动作 我们今次做的是Cross Between 向着同一边的脚三次 转手 1 2 3 转手 1 2 3 转手 1 2 3 这个你不要站定做 不要这样站定做 记住我们要动的 动的 转 1 2 3 转 1 2 3 转 1 2 记住当我们Between the leg 你脚不动 这样练 其实是很怪的 记住本身这个动作 我们是面对敌人做的 所以你不要不动 这个动作一定要动 还有记住一件事 我们要控制球的落点是 不是向右拍球 不是向左拍 很多人会拍球脱手就是 拍向左 其实你去左手 你应该控制球 在脚的正下方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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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多次 下 下 下 转手 下 下 下 转手 下 下 下 拍球的时候永远记住 两只手用爪 ready 練对 转 一 二 三 转 一 转 一 二 咋 一下 ��를回合变 其中 一 二 三 转 一 二 三 转 一 二 三 三分钟 另外一个动作 好像跳舞 首先你记住球是打横拍的 高一点点 今次是要高的 大力高运球 然后穿过去 球在一条横线上面 拉起 你是前后前后 避开球 球不动 你的脚动 做熟 大力一点点 记住一样 向下 不是向横 向下 向下 加入闭上眼 闭上眼 同样 又是三分钟 尽量 不要让自己停 尽量连着动作 用你整个身体去做 记住 运球是加法 你肯运 你一定会进步 但几样东西记住 拉高的球 不要继续拍球在很低的位置 我们低中高都要连 抗疫的期间 大家可能下街做运动 不用只跑步 带球去运球 运球 记住 定立一个目标 虽然我们不知多久 可能很久 都未能开回球场 我们可以趁这个时候 练好运球 当开回球场 你有准备 你就会赢人 加油 好了 接着呢 我们介绍一下 HARPA RISE的新品 HARPA RISE的香港代理 联动科技MicroWorks 送了几件HARPA RISE的最新品牌 给我测试 我手上念的这枝 就是HARPA RISE的最新按摩枪 HARPA RI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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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讲HARPA RISE 这枝新的按摩枪 我试了之后 第一 拿上手的感觉 轻了很多 颜色也转了 变了灰色 都是跟以前一样 三个力度选项 它会有按压式的感应 当你按压的时候 它会有显示 告诉你 它受力过度了 你要放开 不然有机会双到摩打 用了60W的摩打去做 这个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其实都很静的 适合你晚上打完球回家用 另外它就轻伸了很多 比以前 上一支HARPA RISE 2 Plus 它其实轻了 整支枪都轻了 一些新的改良的小微地方 例如这个球形的按摩头 它会变成一个 但是它会按下去 会软身一点 所以这支枪 就是轻了 轻了 新的HARPA RISE 2 Pro 首先你跟两支枪比 这支枪就重很多了 这支枪的新设计 今次它不是按钮式的 它是拎的 它也会多了两个可调式的变速 它有五个阶段的变速 也会有按压的指示灯 提醒你 不要太过用力在同一个位置 我试过它的力量 就强了很多了 虽然它的体积 和它的重量 和HARPA RISE 2 Plus 很接近 但是力量方面 它明显强了 我自己这样感受 大约强了30% 我有很多学生都说膝头疼痛 其实大部分膝头疼痛的原因 就是打完球之后 就算你有拉筋也好 有些地方是很难很难拉的 例如小腿前面的这条肌肉 和大腿旁边的这条筋 这两条是没什么可以拉的 很难很难拉 一般都是靠按摩的 如果你有按摩枪 尤其这一枝那么强力量的话 它有穿透力也很强 它就可以直接把里面放松它 大腿旁边 我想这里大部分人打都会很痛的 我经常帮学生按摩 他们都会弹起的 其实这里就是这两条 扯住了你膝头疼的 这枝枪的穿透力今次强了很多 因为我已经是未用尽力的 如果我用尽力的话 你会见到我按下去 它力量大得很紧 还有呢 今次很入 就是他们常说 按摩枪最重要就是穿透力 它的力量打得很紧 另外一些学生也都说 有足底筋膜炎 其实你就可以用按摩枪 打这一条筋的 在脚内档这里 那你就可以打下去 这一条筋也会很硬的 其实如果你打松了 一路来到这里 那由小腿开始 小腿这里开始打 如果你用按摩枪打 你会觉得很痛的 又是因为这里扯住了 一路扯到你脚底 所以你可以这样一路 打松它 记住这里 另外今次它有一个头 就是这个 会有避震能力的头 那其实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它可以给你打一些 有骨的地方 那首先我是会按摩膝膏 因为我这里经常性都很酸软 那你也可以把它打热 但是第一 速度不要调到最高 你可能调一格或者两格 我们是用热身为主 那你不用用力压下去 你是触住在前面 那它就会在上面 慢慢地打 将你的筋慢慢打热它 那我们不是对着膝膝膏的骨 打在这里中间 印底的位置 轻轻碰住 尤其膝膝两侧的位置 这里 有时候我们打完球的水肿 会积聚在这里 那你打了它 也会出种血液循环 那它会散快一点 你膝膝膏都会没有那么痛 记得不是追着骨的地方 我们在旁边打 内回这样打 记得按摩枪是走 千万不要站定 一路这样走 都可以帮你热到膝膝膏 另外你脚碗那些会痛 都可以用这个头 会打到 这次我们会和Heperrise的香港代理 联动科技 MicroWorks的Online Store 会搞一个团购优惠 只要在MicroWorks Online Store 里面选购Heperrise的Product的时候 打Coach Fui这个优惠码 那你就会享有九折的优惠 另外只要你选购300元以上的产品 也会有免运费的优惠 以下这个就是 MicroWorks Online Store的望子 那我们在这条片出街之后的一个月内 就会有这个优惠 希望各位好好把握 祝大家苦年快乐 苦苦新威 最紧要祝大家 我们快点可以有波打 记住 今次给自己个目标 练好运球 练好花式 大家一起加油 撑住 好 今天完